中国自从1984年参加了洛杉矶的奥运会 到了上年的北京奥运会 我们中国的运动员一共拿了163年金牌 中国跳水队在奥运的出色表现 令不少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 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做了一场Good Show 由开幕至闭幕 甚至每个场馆设施都举小触目 一切都是由巨额的花费换回来的 新北京新奥运 在这个理念之下举办了一个国际性的运动城市 在全世界镜头之下 北京这个大城市又出现了多少个新面貌和闪电呢 奥运场馆出现令到北京多了设施的新名建筑物 水落坊是其中之一 建筑费用高达10亿人民币 在北京奥运场馆之中唯一由港澳台人士 华调捐之意义 令它有代表全球华人团结的意义 至于奥运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物 就是被称为表巢的国家体育场 体育场占地25万平方米 在奥运期间提供了10万座位 而令世界赞赏的开幕式和闭幕式 都是在哪里进行的 这个被称为全世界最昂贵的鳥巢 建筑的时间都遇到很多风风雨雨 因为它的造价实在太贵 要成35亿人民币那么多 在03年建筑的时间 因为建筑费用实在太庞大 所以被迫停工 最后经过一连串讨论和修改 所以终于完成了 现在是北京其中一个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 每天大约有7000多人去参观 北京奥运的成功 令中国受到国际奥委会高度评价 再加上正好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日子 这个成果就令中国在国际上得到肯定 提升了民族自信和自豪 不论在中国政府或民间都触及到 和外交往的经验 经济方面虽然花费对戒 但是外卫期间 国内外都带来很好的商机 各种赞助、商贸活动 甚至是基建、交通和通讯等等 通识教育是透过我们日常生活的课题 啟范我们思考 以新的角度 来了解香港和世界 我们的旅游行程 加入了学习和思考的元素 目的都是和通识教育一样 大家想重温有关的内容 或者是拿多些通识的资讯 登入这个网子 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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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